这款列马越野车的设计师真是个天才 今天要给大家评测的这款越野车 是一款在性能方面 绝对会让你印象深刻的设计作品 基本上除非你不喜欢越野车题材 否则它一定值得你的学习和关注 全时四驱设计 大避震行程 创新轮边减速结构 两档变速箱 超强的越野攀爬性能 坚固的底盘结构 非承载式车身 吸附式车门开合 动力组件快装快拆 甚至还搭载了前后车灯 这就是由国内大神级科技组积木设计师 张燕青操刀设计的潘洛斯673-101 列马越野车 一共使用了近3000片积木零件 成品长57厘米 重3公斤 却拥有超强性能的旗舰款越野车 那通过今天的深度评测 我们来全面地看一下这款作品的一些经典设计 同时暴力测试一下它的极限爬坡性能 以及牢固程度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前选架 也就是这款越野车 强悍越野性能的关键结构部分 首先可以看到在轮边减速设计方面 设计师并没有使用现成的悬挂驱动桥零件 而是专门设计了一个类似作用的模块 在上下各使用了一枚悬挂摆臂零件 与车身主体连接 同时可以绕球头旋转 动力从主传动轴过来 首先在这里通过三枚八持持轮 将动力分成两路 然后进入悬架内部 在左右两侧各经过一组12比12的持轮組 再经过一枚万象节 然后到达悬挂驱动桥模块 在这个模块内部 设计师设计了两组24比8的持轮組 也就是一共9比1的轮边减速设计 另外这个模块的拼搭 也是整个套装相对难度比较高的部分 这里我们看一下转向与方向盘联动结构 那转向结构比较直接 动力从这根十字轴进来以后 在前方这里通过两枚12持持轮 控制转向持条零件 那方向盘联动 设计师则是在这里设计了一组12比12的持轮組 将动力向车顶方向传输 然后在上方这里 经过三枚持轮 将动力向方向盘位置继续传输 第170步 在装入这根十字轴的时候 需要在两侧悬挂驱动桥回正的情况下 确保这根十字轴处于十字对中的位置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底盘主体结构 以及变速箱部分 同时也是连接前后悬架的核心模块 首先在动力方面 设计师在底部左右两侧位置 各设计了两个L电机的动力输入接口 动力进来以后 各通过一组12比12的持轮組 最终将动力汇合到变速箱的底部 在变速箱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齿轮组 由三枚16尺齿轮组成 这里的齿轮比是1比1 也就是高速档 而在另一端 则是由一组24比8 一组16比16的齿轮组组成 因此这里的齿轮比是3比1 也就是低速档 通过换挡拨杆控制动力传输环 对前后齿轮组进行选择 因此实现换挡的功能 动力经过变速箱以后 通过前后这里红色的主传动轴 将动力向前后悬架方向传输 所以大家也算出来啦 高速档的总齿轮比就是9比1 而低速档则是达到了惊人的27比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换挡拨杆位置 设计师还做了一个防拖挡的设计 十字轴 皮筋 以及一枚60484的配合 非常巧妙 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后悬架 可以看到它的设计和前悬架 是基本一致的 完成整个底盘模块以后 我们再来整体的看一下 首先比较明显的感受 就是这个底盘结构 几乎完全没有冗余的设计 初步来看 可以看到牢固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在完成后续成品的其他测试以后 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做一些暴力的测试 同时也因为非常精简的结构设计 所有的传动结构 都可以在这个底盘上非常清晰的看到 这也意味着维修也会变得相对比较容易 那接下来就开始车壳的搭建 这里我们看一下车壳和底盘之间的连接 那一共是包括十个位置 具体是车头两个 车身两侧各两个 一共六个十字轴对十字轴孔 以及车尾两个摩擦销对销孔 此外吸附式车门这里 也有两根十字轴参与固定 那最终完成车壳和底盘的连接 这款列码就完成了 整个拼搭一共用了大概12个小时 先来看一下外观 那整体上就是一个硬派越野车的造型 配色方面则是选择了红白黑的主体配色方案 车头车尾以及驾驶室部分 使用了少量的蓝色元素作为对撞色 让这辆列码显得更加具有运动感 同时也是对圆形车的还原 作为科技组旗舰 这款列码在外观搭建方面 整体还是以科技组零件为主 不过在前脸位置 前后轮毂上方的曲面过渡部分 以及车顶上方的探照灯 行李箱等位置 仍然还是使用了一些砖块类零件进行搭建 在外观细节方面 前脸两侧的圆形大灯 中间的进气格栅 引擎盖上方这里的凸起部分 车顶的行李箱和探照灯 那这些细节都进行了不错的搭建 在车窗后面可以看到两个橙色的风扇 以及一个全尺寸的备胎 成品的长度达到了57厘米 重量则是2.95公斤 所以无论是从体积还是重量来看 这款作品都属于旗舰款的产品定位 功能方面 取下车顶的行李箱 打开里面小模块的开关 就可以打开车灯了 不过感觉这个车灯并不是很亮 在悬架方面 可以看到前后悬架回弹都没有问题 避震形成也非常大 那转向和方向盘联动 可以看到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因为9比1轮边减速的存在 车辆的推行阻力是有点大的 而出于低速挡的情况下 车子是基本完全推不动的状态 所以静态推行需要挂高速挡或者空挡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动态版的改装 改装所需要的动力组件 包括一套蓝牙主控 一个四伏电机 以及四个L电机 设计师在这里也做了快装快拆的设计 所以我们只需要几分钟 就可以完成改装 首先基本的行驶 转向 方向盘联动 可以看到都没有问题 作为一款定位于强调性能的设计作品 那设计师并没有设计发动机联动的功能 也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产品定位和功能取舍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全面的测试一下它的性能表现 20度 30度 40度 43度 45度 47度 50度 那经过测试 这款列马的极限爬坡角度大概是47到50度之间 相对于高达3公斤的车重来说 在同重量级的越野车里 它的性能毫无疑问属于一个极其优异的水平 甚至把很多2000片级别的越野车 也就是重量更轻的那些一起算进来 也是男友对手 同时在极限测试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极限角度下 也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打尺问题 无法进一步加大角度 主要是由于角度过大 导致车轮失去抓地力使然 进一步的 对于一些比较崎岖的路面 那测试下来 这款列马自然也是轻松搞定 不过长时间的高负荷测试 仍然还是会崩掉一两个齿轮 不过因为非常载式车身 并且整个底盘非常简洁 基本没有繁琐的冗余设计 因此可以相对比较快速地 进行零件更换 同时这里 我们也来测试另一个高速档 可以看到在高速档下 车子的行驶速度 有相对比较明显的提升 作为一款应该是定位于 可以让玩家下地把玩的套装 在牢固度方面 首先从整个车子来看 可以看到整体的牢固度 还是不错的 甚至是这些 采用砖块零件拼出来的模块 牢固度都相当可以 那唯一的就是车头两侧位置 有一个小外观模块 相对于其他地方 会稍微比较容易脱落 那我们再来看底盘的牢固度 可以看到经过多次摔落 也完全没有零件脱落等方面的问题 所以可以说 设计师对于科技组积木的 结构稳固性方面 毫无疑问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同时也在设计过程中 花了不少的心思 在拼搭体验方面 整体感觉这款套装 在国产积木里面 算是优化得非常不错的一款套装 首先零件数2920片 一共7个大步骤分包 拼搭步骤一共是596步 平均每步4.9个零件 属于比较细致的零件分包 以及拼搭分布设计 此外这款套装 也做了一定的零件分色工作 所以在拼搭找件方面 也是相对比较舒适的 包括贴纸步骤 也是体现在了手册的拼搭过程中 不过有部分贴纸的 粘贴公差预留并不足够 粘贴的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关于不太好的体验 也是有几个地方可以讲一下 首先是为了追求坚固而可靠的悬架 在两侧悬挂驱动桥的搭建上 存在不少薄孔壁 配合十字轴的搭建方式 因此存在一些 一根十字轴穿过很多个 十字轴孔的搭建步骤 当然这确实带来了 非常坚固的结构 但因为这款套装 本身整体零件手感相对偏紧 所以这部分的搭建 可能会让一部分玩家 觉得比较废手 对此拼搭手册里面 其实也做了一定的提示 也就是一开始 玩家就需要把零件 推到十字轴上的合适位置 这样就避免回头 再去调整十字轴 因为零件一旦堆多了 那么这个十字轴 是很难移动的 所以这里也算是 一个拼搭注意事项 总之整体体验下来 一开始你会感觉 稍微有点难 越往后 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容易 另外就是拼搭手册里 存在两处 前后图续不一致的小问题 虽然这两个问题 小到大部分玩家 可能都发现不了 但也让这本手册 显得多少没有那么的完美 好啦那最后总结来看 这款套装的主要亮点在于 优秀的底盘设计 惊人的9比1轮边减速 以及对应的创新结构设计 同时配合变速箱 最高可实现27比1的传动比 所带来的超强越野攀爬性能 全时四驱 以及较大的避震行程 所带来的较好的通过性能 两个档位的变速箱设计 又兼顾了一定的行驶速度 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可玩性 而非诚载车身 以及适当的大模块设计 一方面是对现实中的 越野车的还原和致敬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设计师高超的设计水平 以及很清晰的 从整体到局部的架构思路 而超高设计水平 和丰富设计经验的 另一个体现 就是非常精简的结构 或者说不依靠冗余的零件堆砌 却仍然带来了 非常坚固的整体结构 此外把彩合的内核 也变成了可玩性的一部分 这种创新的包装设计 适当的零件分色 再加上不均4.9个零件的 细致分布设计 从中也可以看出 产品团队在产品体验方面 确实花了不少的心思 那最后就来看一下包装 彩合采用了天地盖的设计 正面是黑色的底色 搭配成品的渲染图 右下角标注了零件数 以及H级的拼搭难度 彩合的背面通过图示 展示了这款作品的一些功能点 不过感觉对功能点的提炼 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并没有很好地展示出 这款作品的设计亮点 比如说无边框车门 和前后车轮可旋转 是不是修改成 吸附式车门 以及四驱设计会更好一点呢 打开彩合 里面包括三个零件分合 同时也可以组成多种 越野爬坡场景道具 非常精彩的设计 那里面一共包括四个零件分包 但需要注意的是 大步骤分包一共是有七个 拼搭手册装在一个透明袋子里 内部图示比例 大小合适 只是清晰 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张 好啦 本期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